过来看看 这是我帮学校做的书签 学校做完后,我再印一批 书签,一会我会拍的,不会有两张 想说什么就是,很多时候看到书签或者题字 或者你刚才的试面 大的试面,知道有多少字去写它 多少句,怎么摆 还有突然有一张这样的东西在后面的题字 心理压力是不同的 那些东西是因为多,你的写画 这个是因为它的范围很小很小 但是你要在这样的范围变化多 而不换是比较难 我举个例子,譬如说 写一个最简单的,譬如说 朋友公那样 你写个朋友公 乖乖地这样写 近 有 公 在这样的位置里面 是不是 你远不及写一个比较有气勢的 看起来 看起来 线条的变化 或者做的会更美 这个是我觉得你们可以试试去练习的 譬如说 写个诊诗两个字 證詞幾個的意思 OK 但這樣寫在這個位置 感覺其實未必是這麼活潑的 你會這樣下去 看看 也不是說不好看 這樣寫了兩個字 但如果譬如說 這樣的時候 突然間這樣 位置很明顯被寫了很多很多 是嗎? 那你不寫了 不寫的 不寫的 怎麼會做的? 不寫的 你會這樣 看著 是不是? 這個就到一樣東西 這個是我跟學生十多歲 九歲那些都是這麼說的 嘉賓在你面前 小朋友你們出發後會的 幫我簽個字 那你怎麼樣? 不好意思不夠位 這樣做的 我也是說 就算是小朋友也是這麼說的 何況是大人 所謂的執衫 或者是香港人最強的一件事就是 隨機應變的能力 就真的很強的 就是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就是那個做法 如何在那個範圍裏面 可以令到它看起來舒服一點 是嗎? 看上去就那個字會漂亮一點 這樣 這個是其中一個 例如說 剛才說過 例如說 細字有細字的寫法 大字有大字的寫法 例如說 這個這樣寫一個字 寫一個成字的樣子 你可以這樣 在這個位置寫 你不要看太細樣 其實是不好看的 太大又不靈 斜一點 好少 這樣就有空間寫 就會好看一點 遞書也可以 和諧 譬如說 很重要 和諧 淀財 一激溝箱的椅 可以放得它稍微舒服一點 等那個字本身的景色 對 這樣 對 總之你可以把它做到很舒暢 很 枝竹 比如說 剛才那個 也可以的 重的包括重一點點 令到線條看起來比較好 枝字的草書寫 這樣 你不用怕誇張 這樣過來就可以了 我給了一個稿裡面的字 可能只有幾個 知行合一 那些 你們其實可以試一下 如果多一點的 如果多一點就沒那麼誇張 比如說寫 蛋糕好門免於香港那些 那麼你這麼多字 如果你太啞了就不好看 你真是嘆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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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嘆咎我意思 欣賦及自入聖神之名 接著後面可以寫 這些可以做 誠懇個誠不知 唯一 勤有功 靖座上司幾個 喊喊莫君人非 所以多過五個字 稍為要擺得美少少 那就可以試一下 沒有說什麼 嗯 那我 一天拍兩張 大家可以試試試玩一下 好 好 應該是這張畫來的 好 吧 那是要寫的 畫都是我的畫 就那是 現在效果 文化